好消息,国乒前教练有望付出,只叫国乒是国人的骄傲,这些年来,在不懂球胖子的指导下,拿到了多项式乒赛、奥运会、世界杯的冠军,可以说拿到手软是一点不夸张,但是自从去年,胖子高升之后,国乒就开始了滑脱,以前看国乒,不管场面如何,心里都比较踏实,觉得不怕,都知道很稳, 而现在,打谁都觉得揪心,连难对费本的马龙,都有可能会输球的,看看多位潜力新人,多次折戟公开赛的资格赛,就知道国乒的局面好尴尬,而在胖子被蓄藏之后,马林、秦志俭两位教练,马龙、徐欣、樊振东三位运动员在去年把赛了,当时虽然没事,果然还是秋后算账的节奏, 两位功勋教练,年纪轻轻,正值黄金执教年龄,就不得不离开国家队,确实是暴天天物,此后有媒体就不断爆料这几位教练,包括刘国梁的消息,结果胖子只能解说,偶尔出席公益节目,马林无奈的只能卖酒,确实很心酸,至于秦志俭,则只是在刘国梁在视频赛之后,宴请弟子们的宴席上,露脸一次,再无消息, 看到这些,很多球迷都很心痛,甚至不少球迷呼吁他们出国执教去,只要不去日本,随便去,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,因为他们深深的爱国,而最近,终于传来了好消息,据新华日报的文章称,江苏省乒乓球队,有一邀请秦志俭回家乡执教, 而此前也有消息,北京市体育局有一邀请秦志俭出山,不管怎么样,有了第一步就好说,希望秦志俭,以及之后的刘国梁,马林出山,乒乓球需要你们。